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吃得不好的東西,不是嗎? 怎麼這麼虧?總要花時間 我給你糟蹋Michael的心 我也要和你喝一杯 你說得對嗎? 有些東西始終是要完結的 喝吧 May,不要走 哇 難道我們用得太多 連幻聽也有嗎? 我現在相信是人類歷史以來 是,第一次用人死後殘餘的腦電波 以可笑模式出現在其他人的面前 目前情況穩定 你真的是阿芝? 是呀,Michael 阿芝,我回來了 我回來是見你的 不是的,你明明一年前已經… 是,我一年前是不在 但是三個月前,我回來這個世界 我回來你身邊 三個月前? 不就是May剛進來的那段時間? 孫叔妹進來這間公司 其實都是因為我 因為你? 因為我死的時候,他是在跟我說電話 所以他是唯一一個見到我 和我溝通的人 阿May,他…他見到你? 其實是三個月前 是我叫他留在你身邊 幫你完成你的夢想 幫你完成永不倒的經濟 明明是阿May幫我的 怎麼會關你的事? 他只不過是一個什麼都不認識的人 是因為我上他身後才可以留在這裡 做我的位置 我是窮,其實是這三個月來 無論幫你沖咖啡的人 幫你做資料的人 以及幫你砌模型的人 都是我 由始至終幫你完成永不倒的 極邪的人不是孫叔妹,是我 所以到後來,你對他有感覺 你覺得他身上有我的影子 其實都是因為我 由始至終所有事情都是因為我 是你…為什麼會這樣? 溫哥,對不起 是因為我和孫叔妹 才會進入你這間公司 但是…要不然你就不會見到他 他就不會令你傷心 不會令你難過 對不起 就是…阿May她一直都在騙我? 是啊 她身上所有東西都是我給她的 她只不過是我替身 她做所有事情都是為了鬥我這份量 她是為了錢的 真的嗎? 原來她騙我 是不僅是為了三百萬花紅 甚麼三百萬? 如果她能夠在三個月之內 幫我完成這個項目 但是Hugo就答應了會 給三百萬花紅給阿May 原來這個女人貪錢成這樣 那Michael 你更加不可以放棄參加這個貝尼尼尼 你怎麼可以為了孫叔妹這個女人 為了我的錯放棄你的夢想? 但是… 現在我不錯都錯了 還可以怎樣? Michael 不要緊 你所有事都可以做趕得及 你知道忘記孫叔妹 忘記這三個月所有發生的事 一切都可以重新再來過 忘記?May… 你行的 根本這個女人不值得你這麼掛念 值得你這麼傷心 不值得你放棄這麼多 你要記住 你對她的所有感覺 都是因為我 不是的,Gin 不是的,與你無關 不是你的錯 就算真的你帶她來 但是這三個月 我和她所發生的事是… 是真的 是…可能最初我是覺得 May她很像你 我才對她有感覺 但是之後我對她的感覺是真的 只不過是三個月,怎麼會是真的 你怎麼可以為她放棄你的理想 我知道聽起來是好所 但是這三個月以來 我很清楚知道我自己的感覺 所以無論結果是怎樣 我也會接受 我…Gin,其實所有事情都是我自己的決定 與你無關 你別再說與我無關 這十年來,所有事情都是我們一起去經歷 留在你身邊的人是我 你最信任的人是我 最了解你的的人是我 Gin,但是這三個月… 我哥哥說這三個月都是假的 孫淑梅和你是兩個世界的人 你不會再見到這個傻子女人 她只不過是一個做我替身的傻子女人 一個不愛你的女人 Gin,我不准你再這樣說什麼 其實你一年前就已經不在了 現在活生生在我身邊的那個… 不是,最愛你那個人不是孫十無一 是我… Gin… 電流兩次突然以復速提增 難道姜蓉的情緒激動 令我靈壓不穩定,所以她消失 Gin 到底…為何… 起來 阿武,不是Hedon,肥仔聰 你起來,知不知道我剛才見到誰 我看見Gin,她簡直是真的一模一樣 然後跟我說了很多話 我剛才夢到Doo姐 但她叫我不要說那麼多話 我剛才夢到我初戀情人 她跟我聊天,然後我們就… 對,我也想像是一模一樣的髮型 你發夢?你發夢還是撞鬼? 不過我剛才真的夢到初戀情人 不過Michael也對,夢到我姐姐 兩姐怎麼相提並論 你姐姐也沒試過初戀 搞錯你說什麼?她就跟Michael在一起 當然了 Michael,你應該夢到May姐才是 你說什麼? 我不用兩個在一起夢都可以 是嗎? 是嗎? 難道我真的發夢? 那…為什麼我會看到Gin? 可能我是因為May的事 弄得我心房矛盾 但不是的 Gin在夢裡告訴我 May她是騙著我 以前,阿Gin在我身邊的時候 她會阻止我做一些蠢事、一些傻事 難道是我想像阿Gin出來? 阿Gin就等於是我的理性 是阻止我再坐下去 如果阿Gin她現在在我身邊 她就會覺得我是不應該去喜歡May 但…阿Gin她已經不在了 她一年前就已經不再在了 現在在我身邊那個… 那個是May 我不知道 Miche,我真的有很多事情對不起你 但是我沒心騙你,沒心害你 你要相信我 May,我相信你 快點吧,這麼久了 好… 停,再打死人了 你怕了嗎? 蘇宋梅,你收了三百萬支票 你的反面不認人? 你還好說 原來你一直利用我騙Michael 那我利用你當然了,你收錢的 我說了,這個項目成功 那就變三贏了,Win win win,你明白的 你不用相信我了 原來你自己暗瓦底 改過那份環境數據分析報局 根本洪洲大地就不可以建那棟樓 你打算過關了 那你就去撿水走人了 那隻鑊就留給Michael在那裡揹 你也是為錢而已 三百萬不夠,誰是一千 二千,三千 錢不是太大了 我告訴你 我不會再為了錢而出賣Michael 我不會再傷害他 他已經為了我不參加那個比賽 我現在…這隻鑊是我教出來 我就打算教他 你搞什麼?你發什麼訊號? 我學你而已,是你說的 只要發出一份訊號過去規劃總局 過了審批 那整件事就三位主成熟法 沒得正確的 我現在就發出一份 真真正正的環境數據分析報告過去 證明杭州那塊地 根本就不適合起這個斜坦 過不了審批了,你這條橋壞了 神經病你 快點不要,快來找你 我告訴你,你叫我… 別說話…你別說話 你這聲音很難聽 快點 一、二、三、九、八、七、六 五、四、三、一、一 好,完成 你自己留下來慢慢吃紙 我想下次阿姐進來吸塵會發現你 就是這樣 誰 一定是被這個人綁了,抓住他 別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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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 給我看看發出什麼 看誰的手指 不看,是Brivency,不看嗎? 不看 原來孫叔梅妥,黃大龍有一手 為了這麼便宜 再看那些無聊事,快點說正經事 來…黑色… 肖哥,孫叔梅妥的那份是真事 一定過不了心批 這次糟糕了 這份是規劃總局的公司報告 阿谷說本事受到天氣影響 會停工一天,下一個工作項目 才會處理申請 就是說他們還沒看過檔案? 有天 連天都幫我們了 不是,肖哥 那個檔案都傳過去了 他遲到也會看 其實有沒有辦法刪除它呢? 這些當然是找專業人士 你弄了那部機器沒有? 我什麼時候才能再現身見到Michael? 因為剛才的意外 我要再匯威空間投影個程式 才可以再進行第二次的實驗 那我剛才為什麼會無故消失? 照我的估計是因為你這股腦電波的狀態 和一般的腦電波是不同的 你的狀態可以影響到電流的活動 所以當你的情緒有很大的起伏時間 就會影響到周邊的電子活動 我這一部調和器就是首當其衝 所以在下次的空間投影實驗裡面 應該把這些變數計算在裡面 不管,無論如何我都要見到Michael一次 你們之間感情的事我不明白 也不想牽涉其中 感情從來就會影響到人的理性思維運作 所以我從來都不會在這方面的問題裡深究 但是這次的事讓我更加證明 你是一個活生生的人類腦電波 只有人類才會有這麼活躍 但是複雜的情感活動 活生生的人類腦電波 對不起,我不想這樣存在 我要我真真正正活生 站在Michael面前 有我身體,有我體溫,有心跳 你說,有沒有可能? 根據愛因斯坦的理論 腦電波最長傳流在空間是150年 如果你要變回一個有血有肉的人 唯一的可能就是在你傳流的期間 有一個所有條件都適當的人體 做你的在體 而這個人體就要失去自己的腦電波 人體?在體? Hugo,我現在過來,我要走開一會 Hugo,還沒向你報告我的腦電波研究的 新進展? 什麼進展? 就是超自然量子調和器 腦電波空間投影的訊息 最重要的… 這些事遲些再向我報告 那你叫我進來是做什麼呢? 其實呢 阿貴,這件事你也有責任,不知道你搞什麼 剛才我發了一張照片 你跑去伺服房去檢查 一檢查第五個小時才叫我再發 一發,發錯了 你發錯了,我可以怎麼做? 你當然幫我打電話號碼,我回來了 你這群傻人不放我出去 閉嘴聲呢? 好…我今晚學著坐車,練習一下 快點,快點,快點 你怎麼做得這麼失敗? 我之前也說過 國家規劃局的火火 是世界頂尖的安全系統 我就算多用三個星期的時間 也沒辦法迫敷它 那就是國防發又回來嗎? 實際上的方法基本上是沒有的 對呀,糟了,這是什麼方法都沒有 你是專業人士嘛,你搞什麼? 實際又好,不實際又好的方法 都說出來吧 不實際的方法是有的,那知道什麼? 就是將一束能量化造電流量子 輸入計劃裡面製造一個機械 機械?機械人? 沒錯,是虛擬機械人 它可以在網絡世界那裡自由活動 幫我們做事 理論上,它比電流的電梨子更加小 所以可以揣頭火火,直達到目的地 我…我明白了 你的意思是火火就像西一樣 大顆黃豆就過不了 小顆米就過不了,你是不是這個意思? 什麼?什麼機械?什麼什麼紙紙? 你說什麼? 什麼?要化造電流量子的能量 最好是用腦電波 腦電波?我們那種? 是耳故技人的腦電波 那隻鬼? 可以這麼說 無緣無故去哪裡找那隻鬼? 我伺服房剛剛有一隻 我… 你真的是阿芊? 是,Michael,我回來了 原來阿芊這麼早了,鬼都回來了 他…他會不會都跑出來 難怪那個孫蘇沒了神神花花 阿芊還想到他身上攪拌 還跟Michael在那裡搗二人一鬼三角戀 還欠風俠燥 因為他是捉電自死的 所以能夠承受高電壓,可以量子化 你們之所以能夠看到他 是因為我成功把他量子化顯現 你的意思是… 他…他可以做那個機械 可以到網上幫我們做事嗎? 理論上是可以的 姜蓉肯定幫我們才行 阿芊天文,影片什麼時候錄的? 一個小時之前 謎底終於解開 原來黃大龍和徹前女高層 有密切關係? 女高層,張照片都看見是誰了 但這張照片從哪裡來的? 張照片是黃大龍見公時的臉部使用的 超密切關係,難道是她姐姐? 怎麼看都不像她的社會吧? 我就是說是拖友 站到離航來了,怎麼會是拖友? 不是,我跟隔著百多個粉絲的刀架上 拍照片呢? 你們是不是這麼不知? 這個世界有種叫PS的 什麼PS?求解釋 PS就是把照片剪剪貼貼 本來貼上一塊的東西 都可以PS到離航離了 女高層想疼的不是寶寶嗎? 是龍龍? 像是,照片裡面的小孩的臉模一樣 收到封了,女高層不要上班了 不敢剖頭,還不是讓我們說中 上次裝鬼的事,女高層也有份? 但她隨便一個手袋 等於保安幾個薪金 很難想將她們移入 有多奇怪 威姐,女人過三張,保安都變判案 有沒有人還完張照片,你頂刑吧 難怪黃大龍對Mae姐特別好 又不用冷靜,又整個叫她Mae… 其實她們原本是愛人家 你記不記得捉鬼那晚? Mae姐叫黃大龍做粗龍 我還以為自己聽錯 你們倆,你看看黃大龍的樣子 壞成這樣,我英俊會她幾百倍 Mae姐會喜歡她?肯定沒什麼 對,你也被孫淑媒騙了 黃大龍以前是她男朋友 其實如果你看照片的光源 我真的覺得被刺激了? 被刺激了又怎樣? 那就代表她們有事了嗎? Mae姐平時對我們這麼好 你現在不相信她? 不,我當然相信Mae姐 但我感情上這些事,我真的不太接受 技術上… 你看看,很假的 原本她們可能很親密 但分開了之後,分開了 糟了…Mae姐還沒回來 人們就繼續冤枉她,不停留姿勢 那是黃大龍搞鬼?Mae姐是內鬼? 是嗎?你幫誰呢? 我幫你 Mae姐,行了,不用遮擋了 我把她的姿勢放了,我看過了 Michael,你怎麼知道 舒淑媒是什麼人? 我都說了他不是好人 你看,他連黃大龍這些人都對 Michael,我猜人們想做Mae姐而已 你看他們真的站得離巷離辣 是呀,可能是假的,很難說話 網上有很多流東西 是呀,還沒證實的,還沒證實的 是呀,Mae她還沒回來 好,我現在上來 Hugo在更急會議 我相信大家今天都看到 傲視爆了這個貼文 現在矛頭直指Mae 和黃大龍的親密關係 還發了一些照片上網 我想聽大家的看法如何 貼文,你怎麼看? 我分析過照片的塗層 黃大龍宣屬梅和其他影像 是屬於不同的塗層 他們只不過是被塗層融合技術 放在一起 簡單來說,黃大龍宣屬梅的影像 是被人家P.S過,即是撿過 照片是P.S過,什麼沒上班 但所有事似乎對網上的傳言很合適 Hugo,不用擔心了 他們倆一定是比翼雙非 又不是,遠走公平之下 想不到孫淑門衰得這樣 我不同意 憑一張照片根本不能證明什麼 況且外面的人一直想借題發揮 對,上次粉人事件 就說我和May有事了 根本就是三方八糟 如果是假的話 為什麼孫淑門連影都沒有呢? 是嗎? 如果是流料 他就不惡事能得這麼走出來冤枉嗎? 他今天沒上班 但他今天有訊息給我 他可能有私事,讓我試試打給他 有人了 有人來? 北 km 倫傑 沒 Hermione 早起 你在茶 有 你 我還以為Michael你有什麼特別的頻道 可以找到孫淑梅縣 不就是你又打電話 我們剛才已經發散了人 打過很多次電話給他, 都沒人聽 阿May可能有急事, 一時聯絡不了 就算阿May認識黃大龍 總之凡事說證據 如果沒有證據 你就不可以隨便定他有罪 我檢查過設計部的電腦系統 這個月內設計部伺服器的圖則 先後三次被人傳取過 最後一次更加傳取伺服器裡面 所有的圖則 由於所有操作是經過公司的電腦進行 所以未被定義為非法入侵 Michael, 最近你們設計部 有沒有重提舊圖 又或者把舊圖拿來參考? 沒有, 我沒有叫手足拼搭檔 總之公司有用偷偷, 一定是內閨 不用擅心, 軟哥, 一定是黃大龍 原來他之前扮鬼想偷偷 人事部怎麼聘請人呢? 他有孫雄龍推薦的 那天他跑來煙寶庫的時候 他知相人具是田孫淑梅的 我想是自己同事介紹就信得過了 你即使有問題, 還是你們設計部問題 難怪之前說那個蟲室祖宗 連我一直都在騙我 原來兩者還有路 原來黃大龍不是那個臉書 是孫淑梅拘捕他來想吃大茶飯 兩個在那裡扯貓尾 如果他們兩個真的合起來 現在黃大龍被人踢爆了 阿May還會留在那裡嗎? I-T人, 你之前說過幾次傳取 是不是黃大龍在未離開之前? 最後一次是在十一月十四號, 即是前日 呼之欲出, 黃大龍偷徒失敗 孫淑梅就留下來, 偷了剩下一點 這樣搞定了, 我立即死亡 孫淑梅, 還想著他賤賤, 還這麼猶豫 從入公司開始立敗心腸 還順暢還加上這個速度 真是連我都看下了他 難道我們就這樣 就不想一個合作了這麼嚴重的同事嗎? 合作了有多久? 三個月而已 這次他們兩個說得對 三個月而已, 三個月你就相信他? 我跟他說了多少次 這三個月所有事都是假的 都是我幫他辦的 你連他真面我都不知道 是, 三個月大龍不是很久 但是夠時間我了解他 我跟他的夥伴 他在不得談齊這個項目上 我們一、二、一、二敢開工 所以我絕對相信他是不會這樣做的 可是你到現在都可以這麼相信他 你竟然變得這麼是卑鄙不分嗎? 麥克風, 你真的很維護你的下誠 這好聽一點就叫做陰信傳播 難聽一點就叫做畏醉潛播 總之現在一切都還是猜測 等我回來再說 我一定不可以微審先判 怎麼樣?那姜蓉是不是在這裡? 是, 我剛剛跟Michael出去 好玩 這個無錨? 這有位, 假裝不能透明 那不是一個人 今次用力量家婆招待你 一定不可以 去吧 是誰? Hilgo,我是Michael 我有些事想私底下跟你說 等等… 吸引 不好意思,剛才說的是Longkester Hilgo,在沒找到阿May之前 你可否答應我 不要報警,不要搞大這件事,好嗎? Michael,你別傻了 他一早跟春龍分剪歎世 你還想找到他嗎? 我知道,這件事你很生氣 我真的相信阿May 是不會做任何損害公司利益的事 難道我們這些事不處理嗎? 我也知道他們公司的財產是有損失 而你的立場是要處理的 但如果你報警的話 警方就會通緝阿May,這件事傳進去 他以後很難再在這行屋裡臨陷 所以你給我一點時間 幫我聯絡他,好嗎? Michael 好…你先出去 我認真考慮一下 我認真需要冷靜一下 我一定是最快找到他,謝謝… 好,手很難,那麼容易被你找到嗎? 為什麼突然間這裡這麼悶? 會不會是兩張照片的接駁位置? 可能是景深效果而已 什麼景深效果? 突然間也不會變成這樣,對吧? 那May姐也不會突然變奸的 我怎麼知道? 不用猜了,很快就知道真相 有人發現有一條連結 有May姐和畜龍的照片 是嗎? 全連結 不是她的親熱照片嗎? 可能是黃大龍自己開的照片 去暗戀May姐,行不行? 你看看,那些標題 這個世界有標題檔 起到標題好像很厲害 引你進去點擊它而已 別說太多 點擊這個妹妹我哥情重的照片 是嗎? 沒什麼? 只是新的照片而已 好… 那看看歌外每低頻吧 他們好像很親密 慢著,看完每前歌更黏才說得實 要密碼,這麼有趣? 不如試試看,123456 滑溜電話通常最多人都是用這兩人 May姐為人這麼刁鑽 算了,怎麼用這麼低的電話號碼 試試六條一 什麼六條一? 六條一很刁鑽嗎? 起碼比你的低頻123456 什麼電話號碼 什麼電話號碼,不知記好 行了…你倆不用爭論 兩個也試過兩個也不對 那怎麼辦? 我知道,我有那些研究機器 還有那些軟件,跟我… 好,去吧 原來其他人都四處在找密碼 如果我們不是Michael呢? 可能他有May姐的密碼 Michael怎麼會知道呢? 說什麼?什麼密碼? Michael… 閉嘴 什麼? 不要看我… 你們… 你看看,有正有據吧 你們看什麼? 你知道May是有私隱的嗎? 是,May姐是自己放上去的 那你又說了什麼密碼? 是其中一個科隊的密碼 就是私隱 那為何還要打開來看呢? 我們只是想幫May姐而已 其他人都在找密碼 如果其他人能開賭 我們又不知道裡面是什麼 那怎麼幫May姐呢? 如果真是May姐跟黃大龍那些產物照 那… 就算是這樣又怎樣? 那你們就相信 他跟黃大龍合作來騙人家 你們現在是趁他不在 就幫外面的人來搶他 不是… 不是? 外面的人不熟,May姐就說 你們幾天跟May姐做事做了這麼久 他對你們這麼好 他是什麼為人你們會不清楚? 你們現在竟然來懷疑他? 對不起 其實我們也相信不關May姐的事 是嗎? 別告訴你 我是絕對相信May姐的為人 總之別再搞了那麼多事 快回去做事,做事… 你今天怎麼面對現實? 不是,我不會讓你逃避下去的 我們拿到一些照片 讓Michael看清楚孫祖夢的真面目 Exodus,你去做有煙子啊 你去做有煙子啊 你去做有煙子啊 從來就說是瘋子啊 你去做有煙子啊 什麼說的? 你去做什麼? fazer不了 有什麼叫做事? 你去做什麼了? 我去做什麼? 沒什麼難得我吧 我一定要拿到一些照片 這裡是哪裡呢? 這裡 這可能是網上上堂的防火牆 防火牆,難道我不 bak 不行, 我去坐 果然是親密照片 秀燕的照片果然是PS吧 Michael, 你看了這張照片不能不相信 好, 我要把這照片拿給Michael看 那為什麼是怎樣? 你們看不到嗎? 他們現在已經全身量子化 還突破了防火牆的攔截 這麼厲害? 你知說姜濃已經進入了 妹前哥更黏的圖片拿著照片 正如我估計的一樣 因為他比電流的電離子小 所以可以穿過防火牆 沒想到這種級別的防火牆 我也需要幾個小時才能突破 他這麼快就可以進入了 既然如此 叫他立刻去規劃總局的網頁 看他能不能穿過防火牆 但是國家的防火牆 和一般雖然的防火牆 是有級數的分別 我怕他應付不來 你也說他量子化了 有這樣的能力 你幫他拿回自己要的東西 可以幫他匯方正確的檔案 公司不會失去生意 對, 這就是三贏方案 但是他高度量子化之後 他的能量已經處於一個不穩定的狀態 天眼 你又發現姜濃的腦電波 我替他擦電 然後量子化跟他現任 一步一步走到現在 你們真的不想知道他在哪裡 你真想丟失你的機會 那… 什麼事? 神經病, 有沒有這麼嚴重? 不對, 保安越高 那就是腹腸越不見得人 好 怎麼會是彈來彈來的? 是不是過不了他? 正如我所料 這個防火牆的級數實在太高 他沒有足夠的能量衝過去 對, 那我們豈不是拿出錯文件? 好, 教練 教練, 為何他衝不過防火牆? 按照我估計就是 他的量子化程度不足夠 量子不夠小 不能衝破防火牆的縫隙 豈不是把量子拆四拆細嗎? 拆到過也為止 除非它變成光量子 但靠它本身的能力是絕對做不到的 那可以怎樣? 舉個例子就是把電流電量 提升到三萬二千安倍 將僵容的腦電波 通過匯圈量子引力牆 化成光量子 那還不推大電流? Hugo叫你推高電流, 你聽不懂嗎? 理論上可以這樣做 但是這樣做會很危險 因為硬要把腦電波拆細 他可能重組不回來 到時候就會流落在這個網絡的世界 出不回來 他自己進去嘛, 只會找路出來 腦電波? 網絡世界?難道他們那樣是姜蓉? 但是他轉化成光量子之後 整個物理的狀態已經徹底改變 先前說他會流落在網絡的世界當中 只不過是落宮的情況 更嚴重的就是 他可能永遠散失在時空斷層之間 不再存在 這天姜蓉本身是死人 死人不是根本不存在的嗎? 散散就散散了 他們想把姜蓉灰飛煙滅? 姜蓉的存在就是證明了 醫學上對死亡轄毅的定義 但是對科學家來說 他的腦電波就是最大的發現 一個科學家應該盡最大的努力 將他保存再做進一步的實驗 鐵文 如果他再次穿過火牆 再全身而退 你的實驗就是前無古人 這門上士永遠不知道結果 一個偉大的科學家勇於上士 你是一個偉大的科學家, 是不是? 這是我的夢想 我倒是就行了 但是一個偉大的科學家 和瘋狂的科學家 只是一線之差 阿阿阿阿, 你瘋狂也好 癡也好, 偉大也好 總之你那個推大電流 讓他過防波障, 把他拿回來 我不可以這樣做 行, 我可以 不要呀, 怎麼會我呢? 不要呀, 握手 不要呀, 走呀, 走呀 走呀, 走呀 誰人在背後要令我出錯 我鬥惡 人人厭倩怕惡 各有各 人人好被捨播 趕趕趕OT已經